大家好,我是周深 就忠告大家一句不要liflag 当事人表示极度的后悔 大家不要liflag 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那你就是误会了 我不是 怎么了 我一直说自己是偶像艺人 这么一事 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当偶像艺人 要不怎么会是他生日的心 因为他写的是 我们要打造 美生偶像男团 我就是看见了 偶像 我去了 我给自己唱一首生日歌吧 好不好 祝我生日快乐 那我就送这首歌送给自己 最美不过西阳红 温馨又从容 你之前有一次生日直播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唱了那个西阳红 如果现在让你唱一首生日歌送给自己 你想唱什么 除阴起飞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蛋糕是可以敲的 你要敲开看一下吗 现在直接敲吗 轻轻敲还是用力敲 我看轻轻敲能敲开吗 不可以 我刚已经 这么难敲开吗 我们整个采访会不会一直在敲 敲开会有什么 对不起 里面是就是蛋糕 这个蛋糕只有我可以看见什么 就聪明的人可以看见这个蛋糕 我很好奇它长什么样子 刚从冰箱拿出来 画一画最后再敲 我觉得我的这期采访真的很棒 眼看就快成功了 老师 成功了 是很漂亮的人 好了 谢谢 生日快乐 你这次巡演的名字是C929 是你的英文名字结合了自己的生活 中日怎么会想到取这个名字 就是也取不出其他的名字 但我单听名字感受的话 我感觉朋友里面会有很多星球的元素 你台设计上会有这种吗 想多了 咱们下一个 哈哈哈 在外地录一个春晚 现场的音响出问题 这一般来讲 歌手就下台来休息了 那是你们的问题 他会在台上不停的跟台下的观众讲话 你们想听什么 我就现场唱给你们听 他在台上足足 大概一个人撑了有15分钟的时间 那是因为没有人叫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 只有你们一个在战斗 人家在和谐 我们刚才说的一句话 参加节目最重要的是交朋友 是啊 你们赢了比赛 是 就好了 哈哈哈哈 名字的东西还不需要常常提起来 对 打字幕标上就好了 对 睡觉的情况下不电增高电 这就不用加哦 这是有收到最早新的 不是我生命们的一封一封的信吧 现代人其实已经很少写信了 如果有人为你愿意提起笔 去写一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还挺好 我以为可能你是每个人一页 然后你就打开 有八页的 有十页的 小电影 可以说谢谢 写短一点 真的好长 哈哈哈哈 想跟我说吗 我 我就希望你 嗯 今天就是过得开心一点 然后 等一下 听你说完 我过的时候多不开心 哈哈 不 不 你现在过得太杀叼了 我希望你能锁定一点 他们每一个都特别像记者 有一次就是他们 我说他们说来粉丝提问 然后又有个粉丝可能举手 他问了一个记者一模一样的问题 你觉得你今天拿的这个奖心情如何 我就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奇人意识的采访啊 怎么会有这个环境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情商比较浮夹 这个话也这样看没有发生态 所以就代表我不认识杨迪对吗 哈哈哈哈 感觉是你小姐的 哈哈 这个话也这样看 哈哈 我呀 哦 杨迪对不起喽 这是老天的爱你 好 哎呀 这什么意思呢 哈哈 哈哈哈哈 被调踩升高了之后 有没有真的生气过 这真的没有 哦 这 你是对的 有没有被家里催促过 这个是个人 天天 哈哈哈哈 他就泡不及待地碰到一块去了 觉得自己是一个精致的祖宫男孩吗 哈哈 哈哈 怎么这么自恋呢 周深 有没有在微博 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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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行 暴露了我太多 哈哈 拉照片之前 有没有拉扯过你的 是个人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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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唱歌的时候 你就是 不 不 我觉得说笑话的话 更有魅力 哈哈 你看我现在学牙医的时候 我就是 我们每天都有考试 每天都要上课 可能每天上十页 但是我翻译 两页我需要一个小时 所以我每天大概就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然后就知道有一颗好像是 我忘了是哪一颗 可能是病理学还是哪一颗 然后我们老师就说 因为我们外国班的学生很少嘛 就十二个 他就说 你看我们的周深 每天来上课 听不听得懂 我不知道 但是他每天来上课 你看 我就给了他个及格 哈哈哈哈 因为其实好声音第一届 第二届都有 都有导演找过我 然后第一届 我当然理所当然觉得 就是个骗子 因为他的话术很像骗子 他说你好 我们听了你的作品 我们很喜欢 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 中国首档的全新的 绝对震撼级的音乐节目 叫做中国好声音 我们有请了四位 华语乐坛里面顶尖的老师 来当导师 你愿意参加吗 你收到这样的私信 你也会觉得骗子 对你就完全没有任何可信度 会有点 对然后到了后面 他其实是播了一两集之后 那个节目就爆了 然后他后面就更骄傲 也比较骄傲就得意 看了我们节目了吗 很火爆吧 你有兴趣来参加吗 就是那个时候 我不 但是我也听说第一张专辑 其实高尔松老师 就做这个监制 对不对 高尔松老师是监制 然后里面也写了 做词 做词都有 对 他是一个很严格的人 他的音乐真的很严格 而且就是像就艺术家 他不会告诉你 你这个地方你发声要强一点 这个地方你要弱一点 他会告诉你 我要天空的感觉 天空 天空是什么感觉 然后后面唱完 不对 你这个天空里面乌云多了一点 还好让我唱还好 在我面前放的就真的是不好 因为如果你认出一个艺人 他在你的店里 无论是吃饭还是他干嘛 你如果放他的歌 你相信我 你一定是在赶他走 因为真的很尴尬 贼尴尬 特别尴尬 有一次我是跟龙哥 还有齐哥 还有嘎如哥 他们一起出去吃饭 轮流放我们四个人的歌 就你说这个饭怎么吃得下去 你吃着吃着吃着 突然开始 只要能够回到往日 就他们在里面唱歌 你就 最近遇到的挺好笑的事 就是上海 因为我是在化妆 然后去上厕所 因为我们化妆 大家都会把刘海先这样夹起来 然后就别了两个 那个这么夹子 我就去上厕所 然后走到那是 一个女老师就打完 打扫完卫生出来 她说 哟 你这样夹 你自己觉得好看吧 真的是 然后我就 我 我 去吧去吧去上吧 里面已经打扫干净了 你上吧好嘞 下次不要这样夹头发哦 你怎么想到自己做饭 来吃外卖 当然吃外卖啊 但是 因为现在上海开始垃圾分类 所以现在会选择 点完外卖去别人家吃 听说你的两只猫 现在还是你亲自如药吗 没有 我的猫在北京 在朋友那里 因为我来上海的时候 住的地方太小 也不是 你觉得生活需要有改善吗 有改善 有改善 包子 大家 数 哈哈哈哈 抽马来 哈哈哈哈 你数来就来 越来越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是你周围的那些朋友 或者是你 认识的歌手 如果你 一下子提到春夏 你会想到谁 春天真的很难找 我觉得明歌 应该挺像春天的 就感觉因为 春天就是有希望嘛 我们的家乡 我是不是唱整个字了 在希望的天年上 大家可能都会很好奇 就是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有梗 就是没有梗啊 就是 你还没有梗吗 就是话多 对啊 但是就又有梗又搞笑 所以是从小就培养出来的 不是 我之前就是一个挺内向的人 可能后面就疯了吧 会戏剧化的去表演 戏剧化 啊 你们来了 那我就为你们唱首歌吧 这样戏剧化的表演是没有的 哈哈 大家都很期待你能够配一些 就是动画人物或者动漫人物 我特别适合配就是外国过来的那个 就说 哦 土拨树先生 哈哈哈 这是我们的 Justin 先生 哈哈哈 如果说 前往里面上座 哈哈哈 下一题 五个字五个字 五个字 二 一 哦 会想模仿那种各种声音 我并没有喜欢 只是刚好因为那个模仿唱的认识 所有人都觉得我爱模仿 我在家不会平时没事 哈哈 喵 这是个谁 这是个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这有没有身体版的概算特效音 那我最近比较熟悉的是 手机发短信成功的那个声音 就打开短信 如果你开声音发出去 哦 还有就是我给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就我记得是在一次考试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手机就是 要么就关机 要么就调成震动 然后那个时候的手机有很多七七八八的牌子 然后它的铃声可能是那种就是 很小声 孤一惊惯 我就是孤一惊惯 是这个音量 但是它的手机的震动 就 它的震动比它的铃声还大声 知道吗 哈哈 立刻就是它被吓风了 它就 所以我觉得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 我就很饱 因为现在振动的很小 它那个 而且我觉得我的手机特别神经病 因为它不是有那个 你自己的声音可以唤醒它 我经常找不到手机 我就在家特别像 失去了孩子的课语 我天天在家 还有Siri Siri在哪 天天在家大喊Siri 它会很冷漠 我在这里 分别用三种语气 正常版皮卡丘 生气版的皮卡丘 皮卡丘 然后又是二货版的皮卡丘 皮卡丘 还是用破音的方式来唱天鹿 来吧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鹿 没破音 那我学一中天唱这个好吧 可以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鹿 欢迎大家收看 见面吧 电台 然后再致敬一下腾格尔先生 还要得罪位先 他卷天追出灵 金花红装灯水鬼 今天 轻轻唱 我觉得腾格老师也是我们心中另外一个风格 烤化的香菜 我觉得应该模仿的是那个腾格老师应该是 腾格老师应该是 腾格老师对不起今天又惹您了 我希望您能唱一个土鸡蛋 哎呀那我直接副歌两句好不好 土鸡蛋土鸡蛋 踩踩踩踩空 土鸡蛋土鸡蛋 个儿得个儿得空 谁是买了土鸡蛋 啊啊保你火上一波你 哈哈哈好 这唱在家里会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会唱土鸡蛋吗 除了录视频以外 我一个人要是没事在那唱土鸡蛋 哈哈就很开心都会被吓傻吧 我在那土鸡主人你怎么了 哈哈哈哈 现在需要帮你叫救护车吗 哈哈哈 感谢大家一点点来对我的支持和听我的歌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乌克兰语 乌克兰语 嗯 乌克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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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真的吗 对啊 乌克兰语来听 你还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有点怀疑 你来骗我们 哈哈哈 可以 可以 呃 乌克兰语 是 谢谢 太语 太语 感谢巴奖了 一年以来对我的支持 新年快乐 哈哈哈 要什么呢 好 原生态 那就祝大家晚安 好吧 原生态的晚安曲吗 对 哦 让我们互当一声晚安 你给唱原生态版的 我的可不是这样的 哦 你的是 你准备好了吗 确定不会做噩梦吗 我觉得会睡不着 诶 你躲什么 哈哈 我旁边有个女工作人员 顺势往后面躲了一米 哈哈哈 他感觉你的气场 现在是十点半了吗 对 现在十点半 你该睡觉了 晚安了 各位大家 好 好